非常高兴 给大家阐述一下 一带一路 这是非常中国特色的 但是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语 已经列入到 各种各样的字典里去了 提出三周年 大家知道一带一路 要解决世界性的难题 和中国发展的难题 什么是世界发展的难题呢 打开电视一看 这个世界很乱 可以说乱象重生 中国是乱云飞渡 为什么乱 发展中国家 像阿拉伯地区 出现了阿拉伯之春 叙利亚内战冲突 发展中国家呢 难民危机 恐怖袭击 美国也出现了 占领华尔街 美国之春等等 他们都有共同的根源 发展中国家的乱 根源在于贫穷 发达国家的乱 在于贫富差距 怎么消除这两个贫 怎么样去消除这个贫富不均 那么我们就考清楚 这个贫富不均的源头 在哪里 大家看看这个 整个全球化 主要的是海上的全球化 海洋占了世界经济贸易的90%以上 凡是离海洋越远的城市和国家 地区越落后 沿边的地方 沿海地方发达 那么本身 其实的世界的产出 来自于沿海地区100公里的地带 怎么样帮助内陆地区寻找海洋 帮助陆上和海上实现互联互通 才能够消除贫富发展 这样一个巨大的差距 不仅是贸易 更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互联网 我们讲的是21世纪 但是呢 看看这个互联网的地图 整个世界的这个互联网 在美国人的手里 12个根服务器 9个在美国 一个在日本 一个在英国 一个都不在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海底的光纜 都是条条大路冲向美国 大家知道 非洲和拉丁美洲之间 有人员交流吧 有贸易吧 没有光纜 大量的依附于美国 你发的email还到美国转一圈 才能到对面去 这样怎么可能摆脱贫穷落后呢 怎么可能解决这样一个 贫富差距的问题呢 所以今天要通 通达天下 互通有无 所以中国人正在修建的 从拉丁美洲到非洲之间的海底光纜 让他摆脱对美国的这样的依赖 当然 也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发展难题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发达国家买不起中国制造的产品了 中国的形成了所谓的产能过剩 出口下滑 经济下滑的这么一个局面 怎么样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思路在哪里 中国要从一个出口大国 引进投资的大国 变成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 和进口大国 我们大量的赚外贸的顺差 最高的时候 4.2万亿外汇储备 按照经济学家的统计 按照中国的经济体 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足以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不能再继续买美国国债了 美国人不断印钞票 你的国债 缩水 怎么办 投资 往哪里投资 所以无论从世界的 解决世界的难题 还是从解决中国发展的难题 我们都找到了一个词 叫复兴丝绸之路